歡迎收看今天運動這句話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在上下坡的路段 該怎麼調整你的跑姿 來應付各種訓練路線呢 首先你應該先了解一下 在跑上下坡的時候 我們身體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上坡的路段 從側面看起來 你在跑上坡的時候 如果你的腳跟地板成垂直的話 你就會往後跌倒 所以我們在跑上坡的時候 腳一定是微微的往上仰 身體稍微前傾 才會讓你的身體重心 跟地心力成垂直 但你跟腳可能力量 就會變成像這樣的角度在前進 這個角度可以讓你不會往後跌倒 但如果你要再往前 就要前傾更多 才有辦法向前進 OK 那如果在下坡的時候就相反了 側面看起來下坡的時候 腳會稍微往下仰 身體稍微往後仰 是因為身體要稍微往後重心才可以殺住車 如果你的身體軀幹跟腳 一樣成垂直的話 就跟平路一樣 你就會開始往前跌倒下去 所以跑下坡的時候 身體是微微往後 讓你的腳 重心可以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可以 有效的去做一個減速的動作 不會讓你身體一直快跌倒的感覺 OK 那你們剛看完上下坡的 身體重心位置分布不一樣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介紹 跑之上該怎麼做調整吧 首先在遇到上坡的時候 剛講到如果你需要往前進 會比站在平路上的時候 前傾角度還需要更大 才有辦法向前 所以往上坡的時候 向前傾多一點 目的是要讓你的重心 可以帶著你的身體向前移動 而不是靠你的腳大力的往下推 或往前踩 OK 所以重心要比原本更往前移之外 接下來就是腳的頻率跟腳抬的高度了 在跑上坡的時候 有些人跑步的時候就喜歡這樣 超大步的這樣走 但這樣走有什麼不好呢 因為你的腳在上坡路段 當你的步距長度越長 腳要出力支撐身體的時間就越久 舉例我現在腳步距長度大概是這樣 我的腳就要從我後腳離地開始 前大腿就一直始終在出力 到我下一次落地 這個時候 這個大腿出力時間才算結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在跑上坡的時候 如果步不是很大步的 你每一步都是大步大步大步在走 這個時候很容易就會讓你的腳 過度停留在地板時間太長 這個時候大腿會提前先疲勞 所以很多人跑大腿在上坡的時候 很容易抽筋或沒力 就是因為這樣 好 所以講回來 跑上坡的時候該怎麼調整呢 有三個口訣 第一個就是前傾 身體中心往前傾 第二個 步平快一點 頻率快一點 因為當你頻率快的時候 步步才可以比較小步 頻率快步步小 就是跑上坡很重要的一個動作關鍵喔 當你可以在上坡的時候 頻率快步步小的往前 這個時候你的腳 留在地板時間就不會太長 這個時候肌肉不會太快疲勞之外 還可以讓你在上坡 可以有效的去維持你的速度喔 OK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下坡路段 剛上坡路段啊 就是避免你的腳停留在地板時間太長 導致肌肉疲勞之外 下坡就有點不一樣了喔 在跑下坡路段的時候 通常大家會為了追求速度 然後開始跑得蠻快的 但這個時候很容易就會 因為你的腳可能跑到後半段 舉例你今天跑的距離是半馬或全馬 在後半段還要跑很多下坡 甚至要維持這樣的速度的時候 腳可能會沒力 所以這個時候 重心往後仰就很重要 在跑下坡路段的時候 通常來講 速度都可以比平路來講 大概快個30秒 每公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身體重心的角度 控制就很重要 你不要為了追下坡 然後每一步都是這樣 跨大步跨二步向前跑 到最後你可能會沒力 就直接鋪倒 這是很危險的 所以建議大家在跑下坡的時候 就是一樣 身體重心往後仰之外 跑的速度就是適中就好 不要刻意的去追速度 如果你對你的肌力沒有夠有把握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是很容易有受傷的 所以我們就來跑一下 下坡的時候 身體稍微後仰 然後腳稍微出去 這時候看起來有點像跨步跑 但可以有效的減速 避免在下坡的時候 會有運動傷害或是受傷產生喔 OK 所以以上你們剛看到那些畫面呢 就是我在跑上下坡路段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跑姿調整 希望這一集的影片對你們有幫助喔 也希望大家在跑比賽或訓練的時候 看到上坡 記得在進上坡以前 就要提前去調整你的步步或步屏 來準備應戰好接下來的上坡路段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希望今天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